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租金已上涨了9.5% 三年期间平均每年上涨3.2% Urbanation总裁希尔德·布兰德表示 这些数字表明 加拿大2023年初的租赁市场与2022年底保持一致 但年租金大幅增长 供应不足 需求迅速上升 温哥华和卡尔加里公寓在1月份租金平均涨幅最高 年增长率分别为22.9%和22.7% 与此同时 多伦多公寓租金在1月份暗年上涨20.8% 加拿大似乎已经彻底厌倦了小费制度 随着通货膨胀影响 食品价格和住房成本 小费也受到了影响 安格斯瑞德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发现 小费通膨现象已经令许多加拿大人感到沮丧 许多人报告说他们被要求给更多的小费 以及更频繁地被要求给小费 针对人们到底要给多少小费 15%的标准似乎已不复存在 1%的用餐者表示 他们现在给20%或更高的小费 比2016年的8%高出一倍多 最重要的是该报告发现 加拿大小费如变现象越来越严重 及许多以前不收小费的商家 如今也在刷卡机上添加了小费选项 例如汽车维修店 Subway和Dominos等快餐店 ARI发现这种趋势 已经导致近60%的加拿大人陷入小费疲劳 并支持包含服务的模式 及取消小费提高服务人员的基本工资 与2016年的回答相比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当时高达46%的加拿大人 支持目前的小费制度 报告指出 78%的加拿大人认为 小费不再用于体现 对出色工作的赞赏 相反 许多人认为 这是雇主苛扣员工工资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个想法在理论上听起来不错 但实际上很难实施 如果要提高工人的基本工资 企业就要提高菜单价格 一旦价格上涨 企业又会遭到库克的抨击 有关小费的争论永无休止 你如何看待终结小费文化呢 刘文正没有死 他已经打电话给我报平安了 定居在明尼苏达州的刘文正 亲二姨李庚继15日 透过好友张美琪 向世界日报独家表示 刘文正的死讯是假消息 年高94岁的李庚继说 他听到好友告知外甥刘文正的死讯时 完全在状况外 他立即与刘文正联系 不久后接到刘文正的回电说 他目前人在菲律宾一切都好 对于这次谣传的死讯 因为动静比较大 让他有些不高兴 但他不会做出任何回应 张美琪与李庚继为结交多年的望年好友 让人在明州住得不远 几乎每周都会见面 张美琪告诉世界日报 他十五日一早看到许多媒体报道 刘文正过世的消息 立刻传信息给人在波士顿 与妹妹弟弟相聚的李庚继 张美琪写道 经文刘天王隐落 早上我以为别人胡说 没想到是真的 您多多保重 节哀顺变 李庚继回忆说道 是谁死了 刘天王是谁 张美琪续留言 是不是家人有意瞒着你 真对不起 过了约一个小时后 李庚继传信息给张美琪说 假的 新闻界不时就拿文正 做文章 他已打电话给我 报平安了 世界日报记者获得此消息后 再度请张美琪 与李庚继联系确认 张美琪随后 致点给李庚继 表达世界日报 希望请他说明 刘文正现况 李庚继表示 他授权张美琪 告诉世界日报 刘文正没有死 根据张美琪的转述 李庚继说 刘文正15日 回拨电话给他说 已经很多年 没有跟他的经纪人联系 而这么多年来 一直有人用尽办法 想请他付出 而且他的死讯 也传过多次 但刘文正 退隐之心已决 绝不会以任何形式 现身或说明 张美琪说 虽然刘文正的妈妈 也就是李家三姐妹的老大 已经过世 但刘文正 一直跟二姨保持联系 他们经常会通电话 世界日报提到 是否可以请刘文正 说一段话 让所有的歌迷 都知道他安好 94岁高龄 但依然耳聪慕名的 李庚继告诉张美琪说 不想去想这些事 只告诉歌迷 他活得很好就对了 不要打扰他 李庚继去年秋天 与张美琪聊天时 留下的影片时 还提到 刘文正并没有 外传数十栋房子那么多 而且他名下的房产 都已经全部出售了 华底卢警方表示 由去年10月至今 已有最少两名 在当地上学的 中国留学生被骗 损失款项约24.5万元 警方表示 骗徒使用的是勒索骗局 骗徒假扮成 中国公安在以自动电话拨打的方式 联络到受害人 再讹称对方与中国一些犯罪活动 撤上关系 然后又骗对方采取一系列行动 包括要受害人假装自己被绑架 同一时间 骗徒又会联系受害人在中国的家人 并同样向他们声称 自己是中国公安 再向他们索取金钱 受害人担心 若自己不配合对方 自己便会被捕 又或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伤害 滑铁卢警方再次提醒市民 执法或政府部门 不会向任何人索取金钱 更不会危害市民及其家人 有在滑铁卢大学读书的 华裔学生表示 这些电话诈骗案确实令人担忧 安妮卡承说 这听起来真的会像是 中国政府做的事 学生上当亦难免 因为大家都关心家人的安危 她说 中国官员留意自动电话 发信息很常见 很难区分真与假 另一名中国留学生 凯文周说 骗局很让人担心 有中国留学生表示 今后他们接到不明 买力的电话时 会更加的谨慎 加拿大BC省的一个 15个月大的婴儿 吸引了全世界 数百万人的关注 托马斯·佩希克 只有15个月大 还在盘山学部 但他已经喜欢上 在父母的送水公司帮忙了 据悉 他从去年9月开始 和妈妈一起工作 妈妈 佩尔·蒂埃说 从那时候起 他每天都在看我们做什么 周五 佩尔·蒂埃在TikTok上 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托马斯在店里 帮忙搬运空的 四加轮桶装瓶 并配上了 I like to move it 的背景音乐 这段视频的浏览量 超过了3300万次 并已在数十个国家播放 佩尔·蒂埃说 我认为 对大人来说 工作不容易 让孩子们参与进来 也很不容易 所以这条视频 成为了爆点 我们每天都有送货卡车 来来回回好几次 早上把水 装上车 之后一整天都在卸货 托马斯就这样看着 他喜欢帮助运送空的水桶 而且乐此不疲 埃尔·蒂埃说 托马斯已经 吸引了不少的粉丝 他喜欢扫地和拖地 还喜欢吃零食 把水桶滚来滚去 他非常的乐于助人 他补充说 托马斯还喜欢帮助顾客 他会把他们带来的空瓶子 送到水栈 埃尔·蒂埃说 他很高兴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 分享托马斯的可爱视频 我认为世界需要更多的托马斯 我很感激托马斯的视频 能给人们带来欢乐 我们的生活需要更多类似的东西 尽管加拿大航空公司 有可能连续第四年 被评为北美最佳航空公司 但它也因此受到大量的客户投诉 而被列为了 全球最不可靠的航空公司第十名 总部位于英国的价格比较公司 Compelton Market 在根据每家航空公司收到的投诉数量 以及有多少得到纠正 对不可靠航空公司进行了排名 该研究还考虑了投诉的原因 包括行李丢失 航班取消 航班延误等 结果美国航空公司共有 2,183起航班问题 和惊人的6,491起投诉 被评为最不可靠的航空公司 该报告的作者指出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 因此它收到的投诉数量最多 也不足为奇 除了丢失和延误的行李外 该航空公司在所有因素中的记录 均最差 它还针对问题 发出了1,476次的退款 继美国航空公司之后 另一家美国航空公司 联合航空公司位居第二 芝加总部位于芝加哥的航空公司 收到了5,135起投诉 其中与行李有关的投诉最多 共有763起 此外 三家美国航空公司 精神航空 拦截航空和边疆航空 分别排名第三 第四和第五 这三家公司都有超过 2,500起的投诉 除了美国航空公司之外 德国的汉沙航空排名第八 在12个月内有1,796起客户投诉 印度航空则以1,661起投诉 排在第九 加拿大航空公司排名第十 收到1,293起投诉 其中大部分与行李延误和丢失有关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